南加州电动车充电站公司Noodle近日在蓬沫纳市伊林酒店揭幕了新推出的概念通电站 本次展出的是Noodle全新推出的EVS1000充电站 这个新式的充电站是Noodle公司为其改造停车场以及停车地方的计划而做出的努力 同时也为企业主的停车场增添了一个新的收入来源 新的充电站给民众提供了多个不同的付款选择 民众即使不购买充电卡也可以通过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几分钟内完成付款和开始充电的步骤 因为我们有为饭店的房客特别定做了房客的充电服务 他们可以在check in的时候或者是登记的时候呢 就可以来享受免费充电或者是饭店独特的充电的服务 那基本上呢我们是UAL国际认证美国最高标准 所以呢在使用上面的充电速度相当的快 同时呢也为饭店业者来创造另外一种营收 前加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夏勒博在剪彩仪式上表示 即将卸任的加州州长Jerry Brown在今年稍早提出了一项计划 希望到了2030年将有500万辆零排放汽车在道路上行驶 而此次揭幕和展示的新技术充电站将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林汉琴洛杉矶报道